去吧 明天回答的时间地点 是不是该了 您怎么知道的 刚才我这里有人 偷了一下外面打了个电话 我想应该是关于明天会谈的事情 刚刚接到共产长的电话 会谈的时间地址泄露了 我看到了她的背影 轻衣吗 您确定是她 确定 就在七十笔号里面 她是谁 这是一个背影 天太黑被她逃走了 太可惜了 如果沐阳仁和重庆会谈成功 您认为我会让会谈顺利进行吗 而且还有一个人 也同样不想看到这个结果 善官确实会出手破坏 但如果被她抓到了沐阳仁 那我在七十六号 就再也没有抬头的机会了 再说过 别人不小心查到你参与了破坏回谈 对你的影响 应该也不消化 您有什么计划 我来行动 替你解除后顾之忧 调劲呢 我要母养人 轻衣交给你 您都没有看清楚 轻衣是谁 怎么交给我 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轻衣为了掩盖身份 明天她肯定会出现在油山公关 而不是新的回探地铁 所以您就为了立功出卖了我们的行动 别说得那么难听 真正的叛徒 现在还在这里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湖西木屋呢 你怎么会出现在哪里 新的回探地址 只有沐熙鹤中共和清衣制的 我领命去的 谁的命令 闪关的命令 现在看来 闪关和我都提前知道了新的回探地址 那我们俩就都应该是清衣的嫌疑人 可据我所知 闪关在行动之前的那个晚上 离开过一次临时指挥部 他什么时候回来过 我让霍飞给他打电话的时候 时间 打电话 兄弟 不用打了 处长 我在哪儿呢 在哪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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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巧了 沐熙鹤接到中共改编会谈地址的那个电话 恰好在闪关离开的二十分钟之后 我想闪关可能要回答 他到底去了哪里 见了什么人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沐熙鹤接到中共改编会谈地址的那个电话 并不是雷达车上的电话打过去的 而是一个公用电话 雷达车只是轻易的一个谎子 他想让所有人认为 是雷达车上的电话往外传递的情报 目的是把我们怀疑轻易的视线 锁定在当晚留在临时指挥部的人身上 真正传递出去情报的 并不是雷达车上的电话 而是公用电话 说到这里 我的嫌疑已经可以排除了 我们所有人都是被封闭在临时指挥部里的 只有离开过的闪关才有机会接着公用电话 你刚才说了那么多 只说对了一点 新的会谈地址只有沐熙鹤中共和轻易知道 可闪关却提前派你去呼吸木屋埋伏 请问 他是怎么知道新的会谈地址的 只有一个答案才能解释得通 闪关就是轻易 你不要轻易话题 你现在只要回答 牧羊人和军统更改了地址 你为什么不上报 我当然上报了 只不过我上报的对象 是古正将军 这是我的职责 是将军基武的特权 是将军基武的特权 你没想到吗 将军早就知道起你的存在 而你就是轻易最大的嫌疑人 请来 陈处长 古正将军有请 IF 闪官被抓了 日本人怀疑闪官士轻衣 任道远被释放 官服远职 支度贵田地势改变的 只有这四个人 那么问题就出在 这三个人身上 改变会谈地址的命令 是沈孝下达的 沈处长不可能有问题 我是翻新计划 名单上的第十二个人 他早就知道了 但从来没有告诉我 会谈地址改变他也知道 但知道我们冲出 沐熙贺的猎杀包围圈时 他才告诉我 为了保护沐阳人 他有可能以我做诱饵 拖住优山公关的人 甚至 他也有可能早就知道 沐熙贺要绞杀我 如果这个推断是对的 请问 他跟策划庆祝 我的幕后黑手 有什么两样 我相信沈处长 我也希望我是错的 但是根据事实 我无法排除我的推断 在这儿 沐熙贺同时在两个地方补局 记住任道远的手 破坏会谈 且听关系 然后安排左灵阳清除 沐熙贺从一开始 就没有信任过你 找到邝伟 我们应该会有新的线索 那花巷宇呢 我来想办法 先找邝伟 你的任务没有完成 陆锋还活着 陆锋还在上海 继续你的任务 是 你继续听从陆锋的安排 特别行动队的情况 随时向我报告 是 我觉得这应该让匡伟离开上海 如果让他针对陆锋单独行动 没有人策定的话 只会送死 一旦让陆锋抓住他 我们只会更被动 匡伟留在上海还有用 路线 好 予温 怀 females 这些会认意 你要回答两个问题 第一 你是怎么知道 中共临时改变的回弹地址 在南疆湖心木屋的 还有 那天晚上你去见了谁 在我们这行里 每个人都有自己 独特的生存法则 我的法则 就是尽一切可能 获取别人隐藏的秘密 别问我用什么手段 你的手段已经影响到了 你自身的轻武 轻者自轻 看来你宁愿背上 轻衣的嫌疑身份 这是很多人都想要的结果 我倒想问一下沈处长 你认为谁是轻衣 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 七十六号所有人都有可能是 也包括你 当然 如果你是轻衣 这个局该怎么破 我们之间相互的猜疑 内斗 已经给轻衣最好的掩护了 如果我是你 我会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 说出那天晚上 你到底见了谁 这样可以帮助我们 更快地找出轻衣 对你来说是解脱 解脱的恐怕不是我 你认为是谁 陆峰 我也在调查他 调查到什么了 在优山公关 你是我们当中 唯一的一个 和陆峰近距离接触的人 是吧 是的 当时陆峰要杀我 当时陆峰要杀我 但他开枪之前 跟我说了一件 让我很意外的事情 他说他也在 翻新计划的名单上 看来你知道 是我把他放在 这个名单上的 为什么 让他永无翻身的机会 让他永无翻身的机会 这个理由成立 但似乎简单了 把他放在名单上 还有其他目的吗 哥哥 我有话问你 你现在不应该在这儿 你认为古正将军 真的怀疑义父是轻衣吗 从佛手到钢琴师 再到现在的身份 义父像个谜一样 将军关押义父 是不是因为他还有其他的 关于义父你还知道多少 华像瑜现在怎么样了 还在提栏桥剑营 你要盯进日本军部 对华像瑜的一举一动 你赶紧去吧 义父只要说说那天晚上 见得是华像瑜 他就可以 摆脱轻衣的嫌疑了 可是他拒不开口 到底是为了什么 还有华像瑜 和这件事到底有什么关系 你信任义父吗 那就别问你不该知道 我们要做的 是想怎么帮义父过去 那你信任我吗 我告诉你 吃不输了 如果你还把我 解决闪关最好的办法了 陆锋是繁星名单中的 第十二个人 你知道吗 刚刚知道 是闪关亲手把陆锋 放到名单里的 但关键是 陆锋到底是谁的人 现在还是个谜啊 这次优山公馆的行动 本是可以除掉他的 但是行动失败 为什么会失败 有人在干扰我的计划 轻衣 你到底知不知道 轻衣是谁 不知道 那就赶紧查 身边不能有定时炸弹 明白 现在有个非常聚首的人会 救你那完整 在七十六号 找出一个代号轻衣的共产党 我敌 他可能是任何人 想起来 这些人的共产党 一般都是 你到底想起来 怎么会有这种 你又是 你又会有什么 你又会会有什么 你又会有什么 你又会有什么 我会有什么 我会有什么 你又会有什么 你又会有什么 陈浩铭 松下千雄全死了 沈肖呢 沈肖在国民党总统内务部时 被闪官陷害逼走 两个人之前没有任何交集 甚至都没见过面子 局长 闪官现在清除了 有可能联系到他的所有线索 显然他身上 有不想让人知道的秘密 他为什么要把陆锋放进名单里了 甚至连陆锋自己都不知道 名单里有了他 他为什么会这么做 我看很有可能 这就是闪官部下的一个 最神秘的局部 也许是在十八年前就开始了 这个布局 就是闪官要隐藏的 那个最大的秘密 主任 有惊无险 我侥幸过关 您这可不是侥幸过关 您是神谋远律 我能做的只是些皮毛 最终给闪官盖棺订论的 是你的那份报告 闪官 闪官这次应该再见难逃了吧 有难处 闪官的口供里找不出任何多余的问题 只要他开口说明 新会谈地址的情报来源 和那天晚上他去见了谁 咱们就拿他没办法了 他不是不愿意开口吗 新的会谈地址出了莫希赫和轻衣 其他人不可能知道 还有您也知道啊 人啊 想活得自在 有时候需要不断地骗自己 就像那天你们审我的时候 你和我配合的不是天衣无缝吗 来吧 把你的好酒拿一瓶 咱们得请注意一下 好 这段时间跟着闪官委屈你了 您都把性命压上了 我这点委屈算什么 面对闪官这样的对手 只有压上性命 才能有赢的机会 是 敬您 我已经跟谷仲教授说了你的情况了 并极力推荐了你 感谢主任提拔 机会我给你了 能不能把握 还得看你自己 我知道你和闪官的仇恨了 趁此机会 心仇旧恨做不了断 防护归山的后果 你我都承担不起 我也想借日本人的手 除掉上官 但他至今不说出情报来源 我怕他给我们下套 如果我们暴露软利 谁输谁赢还真不好说 只要锁定他就是情依 你说出情报来源又怎么样 你不会真的认为 谷仲教授怀疑闪官是清衣吧 那谷仲教授为什么抓他 不是清衣 不代表他没有别的秘密 什么秘密 我真不知道 但一定是谷仲教授想知道的秘密 或者是威胁到谷仲教授的秘密 闪官已知舍身保护的情报传递者 也许就是那天晚上他去见的人 这个人应该是打开闪官 核心秘密的钥匙 那 还有闪官为什么把陆锋 放到反映计划的名单上 这对查出陈锋和陆锋的真实身份 是至关重要的线索 别查了 尽快了结陈锋 尽快 号研 你们有悄闻的习惯吗 你们难道就想这么 袖手防官吗 你有好的计划吗 没有 但是我不想让他们 死在日本人手里 但凡有一丁点的希望 我也不会像你们这样 坐着待着 无动于衷 也许等待是最好的选择 但我没来过 站住 霍飞 你现在不可以兴据汪董 你是在命令我呀 我是在命令你 我只听陕处长 一个人的命令 特殊时期 我可以代替处长 行使权利 所有人都必须 服从我的命令 这是陕处长交代过的 那对不起 我不是你的人 霍飞 早就想开枪打我了吧 来 打 如果因为你的擅自行动 破坏了我们的计划 你知道后果 如果陕处长跟花向羽 任何一个人出事 后果比你想得更严重 后果比你想得更严重 什么计划 义父在被捕之前 已经预判了一些事情 他有安排 他们应该已经到了 去哪里 有些事情 你有什么意思 你机会 你怀疑我 可不应该怀疑你吗 你怀疑我 你怀疑我 但在相同的处境下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 包括你的身份 即使我在名单上 是的 既然你早就知道 我在名单上 为什么不告诉我 不知道是最好的伪准 少跟我说这个 我没有防备 随时可能被杀 你身在虎口 只能靠你自己 那新的会议地点 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 时间紧迫 为了保障会谈顺利进行 我只能先通知沐熙和 但看到优山公关的形势 我才意识到 沐熙和的真正企图 但当时已经完了 你被沐熙和设计了 他想杀掉你的同事 也杀了沐洋人 但他忽略了闪关 闪关已经把握全局 计划坐向其成 为什么是闪关 我也是神人导演 和闪关的过程中 慢慢明白的 是闪关把你放在 反映计划的名单上的 闪关把我写在名单上 他尽刻告诉我的 为什么 我也想知道 新的会议地点 闪关怎么可能知道 任道远能知道 闪关为什么不能 沐熙和在你身边 安插了内窥 闪关也可以 你是说我身边 有两个卧底 我现在能做到的 就是尽可能地保护组织 保护你 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因为现在只有我相信你 因为现在只有我相信你 这是宽伟的藏身地点 怒风 现在所有人都想知道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但只有你自己 才能回答你自己 是什么 走 左教官 在我的印象里 你的成绩不应该是目前这样 对不起 陆凤很难对付 你是卧底 对不起 整天跟在他身边 一点机会都没有 我们有一点相同 从来不在别人背后开枪 我只想知道结果 有没有机会 是您怀疑我 还是上面的人怀疑我 是 所有的图景都考虑过了 闪官不可能制造一二零的计划 除非 除非我是界底 你们已经不信任我了 坐 放上这个 我塞的時候 你也不信是 你也不信是 你不信是 你也不信是 我 你不信是 可惜我不知道是谁 什么意思 我要杀乔男之前 有人先动手了 还有人 你还要杀乔男 陆峰身边的人不是都死了 所以我被嫁祸了 教官 我是您一手带出来的 事物的责任我绝不会退卸 但这种事情我绝不会说谎 我可以走了 清除一个人 你就可以走了 教官 我不是陆峰的对手 不是陆峰的 华祥宇 他不是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吗 他如果死在监狱里 那最好了 如果一旦放出来 你第一时间清除他 杀了他就可以离开深海了 是 那陆峰怎么办 其余的事情你就不要多问了 教官 我的家人 我都安排好了 他们很安全 放心吧 谢谢教官 我都安排了 来 走这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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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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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